文王永奎严嵩,是明朝嘉靖年间的著名奸审,官至内阁首府,嘉靖皇帝笃信道教,严嵩写的清词,道教中摘教用的祭祀文章,写在青藤纸上,所以被称为清词, 最符合皇帝的心意,严嵩因此而受宠,把持朝政二十年,许多忠臣都因弹劾严嵩而遇害,严嵩也欲加为所欲为,嘉靖四十一年公元一五六二年五月,严嵩被皇帝免官回乡,后来落得穷昆辽倒,而死得悲惨下场,突出,严嵩画像那么,全清一时的严嵩,是怎样被扳倒的呢? 嘉靖四十年公元一五六一年之前,很多人上书皇帝论述严嵩的罪恶,都不能动摇皇帝对严嵩的信任,嘉靖四十年冬,皇帝居住的西院永寿宫失火烧毁,皇帝只能暂住在狭小潮湿的玉溪殿中,当时的公部上书建议重修永寿宫,严嵩却建议皇帝,搬到当时修饰比较完整的重华宫去住,严嵩的建议 让皇帝十分不愿,因为重华宫是明英宗朱祁镇,在景太年间当太上皇时居住过的地方,在嘉靖皇帝看来属于不祥之地,当时严嵩年过八十,可能脑子确实不太好时,他的这个建议,让皇帝认为严嵩且欲优我,严嵩失宠了,图住,嘉靖皇帝画像严嵩的失宠, 给他的政敌徐杰提供了绝好的机会,徐杰也是以写清词得到皇帝信任的,曾经表面上对严嵩阿娱逢迎,其实骨子里一直想扳倒严嵩,徐杰一方面提出重修永寿宫的规划,让自己的儿子徐反都市工程,保证百日之内完成,一方面与皇帝重新的道士兰道横串通起来,用伏击的办法告诉皇帝,今日有奸臣奏事, 果然一会儿严嵩的密闸就送到了,皇帝的宠信转移到徐杰身上,而对严嵩不再信任,图住,徐杰画像御使邹应龙得到拦倒横扑击的消息后,上书谈和严嵩和他的儿子严世帆,邹应龙的奏书,主要说严世父子大肆受贿敛财,严世帆在母亲去世守丧期间仍然严乐等不法行为,要求霸斥严嵩,处斩严世帆,不过,皇帝还 是顾念前情,只是将严世帆流放雷州类金属广东,让严嵩退休回家,徐杰接替了严嵩的官职,成了新任首府,严嵩虽然退休,但在地方上势力仍然不小,严世帆也没有真的到流放之地去服刑,严世父子在家乡互恶不圈, 由于倭寇勾结的迹象,地方官就以聚众练兵谋反的罪名,搞到了寻相御史林润手里,林润上书奏报朝廷,内容与邹应龙的奏书不同,主要聚焦于严世帆通窝,试图谋反,皇帝的奏震怒,下令逮捕严世帆道经审问,由于严世父子当年曾迫害多位忠臣, 不责审理严世帆案的刑部尚书,都预示,大理寺卿等人起草的定罪奏稿中,提及被迫害致死的杨继胜,神烈,曾喜等人,首府徐杰看到之后不以为然,认为这样做虽然可以为杨继胜等人平反,但却可能惹恼皇帝,毕竟这些人,答案字都是亲定的,若要止严世帆于死地,不能提以前的冤案,只要坐实他谋反即可,最终,该案子都是亲定的,若要止严世帆于死地,不能提以前的冤案,只要坐实他谋反即可,最终,该案子都是亲 但以严世帆谋反处实结案,家境44年公元1565年3月,严世帆被处死,8月,严嵩在老家的家产被查抄,丰逐残年的严嵩即使暮设,死后不能拒光果,义无调者,参考文献,张显清,严嵩传,黄山书社,1992年版明史严嵩传